來,為大家介紹一款三到四人的單層帳篷 它的重量大概是3.1公斤 架設很簡單 我們先把帳篷拿掉 打開之後呢,把袋子 拆掉 拆掉之後讓帳篷呢 向外 彈開 它會有四根,一根棍子 向外張開 然後我們 再把四根棍子 拉開打直 向外張開打 對,這邊就 這樣就有防塵帳篷架設了 这一块呢,这一块是它本身配的 基本上它上面,它这个是用来在上面,可以在中间这个地方 你可以勾住,勾住啊,在中间做防纹 然后另外呢,门,一样,它有沙网门,可以防纹用的 拿起来,有沙网门,两边都有门 请注意,这一款,两边有门,但是它没有窗 它这边是没有做窗户的,有门,没有窗 那收的时候,收的时候很简单,把门往里面放 往外拉,往外拉,往下,往外拉,往下 这一块呢? 这一块呢? 好 现在这一层一样 层外拉 中间这个是 中间这边要把它提起来 这样 往中间 然后它的皮 会在正中样位置 之后呢 把它放口 帐篷往中间 绝 绝绝 绝绝绝绝绝绝 接下来就是卷 把气压掉 把气压掉 然后开始往中间转 卷的时候 用力的往中间缩 好 之后呢 将袋子从中间绑起来 就是把它收进帐篷袋里面 拉起来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子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